大家好 今天又到我和大家有話說 香港大學日前發表了聲明 說港大的學生會行事日出正義化 多次利用校園作為他們政治宣傳平台 公開發表一些煽動性 並且涉及違法的言論 因此停止為學生會代收會費 不再提供財政管理服務 也收回學生會的辦公室和設施管理權等等 我自己作為港大校董會的成員 我非常支持和認同港大這次的做法 學生會關注社會事務和平理性合法表達意見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但我們看到的就是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多間大學的學生會被激進的政治力量主導 在校內外公然向學生鼓吹和宣傳港獨 例如在今年二月份 港大學生會不顧校方叫停 堅持在校內播放涉及港獨的影片 不少青年學生在2019年黑暴期間 受到這些誤導而參與了違法的暴力行動 白白斷送了他們的前途 同時學校正常的教育和學術環境 亦都受到嚴重的衝擊 對學校的聲譽和學術自由亦都是有害的 這些情況令到很多大學的校友、家長 關心香港教育的人都會覺得非常之痛心 對於學校中的種種亂象 大學的管理層是不能夠無所作為的 不能夠助視學生會和別有用心的人 一方面想利用學校提供的服務和場所 一方面將政治和違法的活動帶入去我們的校園 所以港大這次的做法是合情、合法和合理的 亦都保護了絕大多數學生應有的權利和前途 大學是絕對不是法外的地方 既然港大學生會已經註冊為校外的社團組織 大學就必須要釐清和學生會之間的法律責任 同時我們都希望學生會的同學們 亦都要回歸理性務實 多些學習和思考多角度去接收信息 珍惜和維護我們大學得來不易的教育環境 各位朋友如果想收到我們最新的消息 麻煩大家分享、留言、讚好、訂閱 我們的WeChat、Facebook、Youtube 多謝大家多謝你 評論員 McLaren